寿风地区爱好自行车运动的民众7号上午在淮乡自行车协会理事长张玉胜号召之下 在平和春庆天宫举办了秋又自在铁马啪啪够的活动 150位乡亲热情参与让活动现场充满了运动与活力 自行车运动适合的年龄层相当广泛 淮乡自行车运动休闲协会为了扩大举办增加参加人数之外 让参赛者也可以以体验慢活行程欣赏受风箱的自然风光 我们今天的活动其中有保密 凉凉与好天 大家不用看当作交友旅行 这交友演出 来专业这个外公 给我们的外公平安和受益 想必大家都准备充分的体力来参加我们这次的活动 那么首先要感谢我们理事长的用心 那么要举办一个大项的活动 要骑脚踏车 那在外面来办理这活动是非常的不容易 安全上面我们理事长也非常的佩心 那不管是转弯的部分哪里路到的问题 他都考虑的非常详细 那在这次的活动之招 也感谢我们的局务会 从上次十月份办理的见手活动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单车活动 一起来推动我们的体育 让我们的烧光箱能够更有体育的气息 白箱自行车吸血运动协位 赞不赞 大家赞不赞 同时也有许多贵宾利临参加 骑着自行车环绕台九炳县 欣赏沿途白宝溪 鲤鱼潭的美丽风光 全长12.4公里 150位自行车骑士 不只大朋友 小朋友也体验慢活的乐趣 比赛不只是比快也比慢 为乡村活动增添不一样的色彩 记者林杰 说风箱采访报道